hello大家好,我是米开,今天我们下来看一下第767题reorganized string 那这道题我们是有一个字符串,重新组织,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符合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说相邻两个字符之间不能有相同的,如果有的话我就把它重构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返回一个空的这个string 那么第一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什么情况我需要去返回这个空的string 我们去看了这个题目的话,其实这个例子我发现,如果是偶数个的话 那我的这个单一的字符,如果是它的数量超过了你总长度的一半,那说明就是不行 那也很好理解,因为我填的话最多最多我要么就是占满所有1357 要么就是占满所有2468这样偶数的格子或者是基数的格子全部占满之后 那么剩下来的如果你还有的话就会破坏这个条件了 所以说对于偶数呢就是要一半超过一半 因为对基数个呢我的长度为3的话在这里面3除以2实际上是等于1的 但是我的a呢两个的话也能构成的,就实际上对于基数个它是它的长度的一半向上取整 那么这里的话其实就是要等于2的,基数个我说他们统一一个公式的话就是一个他们长度除以2向上取整的那个值 那一旦超过那个值的话我就要去返回一个空的这个string了 那因为它不可能构成一个合法的字符串 那么如果我能构成合法的字符串,那么就是说明它要符合这个条件嘛 那想到这里之后呢我们需要去考虑,那我们如何能判断它是否有条件 那我就需要去统计一下这个单词出现的频率 那统计这个单词的频率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条件 它说是全都是小写字符,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维护一个26长度的数组 去进行一个类似于筒排序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去排序 但是这个我维持26个筒嘛相当于是 然后往里面填值去进行这个统计 那就很类似于筒排序 做完这个统计之后呢我们26个筒不是被填满了吗 那我们就进行一次便利啊 把它补为0的那些去取出来 那就是我就已经知道我所有字符它出现了多少次了 那我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它合法的话我们再往后走 那么现在往后走的话有很多方法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种方法 现在思考长度为k的话 我有x字符a 我要让它均匀的去填进去 那么就让它们每个字符 就是每个a它们之间的距离最大 怎么去填 如果相当于就是k去除以a 就保证每一段 那个具体长度是k除以a的长度里面 我最多就放一个a 这样可以保证它分的最开对不对 那用这个想法来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4a3b1c是可以构成的合法的这个字符串的 那怎么去做呢 分别是用刚才这个思想 我4个a它分的最宽的话 它每一块就是要 每两个格子里面要有一个a至少 然后我的b分的最开呢 是每三个格子里面要有一个 向上取证 然后c分的最开呢 每八个格子里面放一个 首先我先填a a就是每两个格子里面填一个 我就是这样填 填完之后呢 我填b 每三个格子里面填一个 那么呢填哪里都可以 最后呢 我再填c 每八个格子 每八个格子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特殊处理 就是说如果是最后一个单词的话 哪里空了 我们填哪里 那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方法 但是它不是很快 你需要去考虑它的这个格子 它的这个每一段长度是多少 然后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还有一种呢 就是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方法 我每一次去填 我就是像这个呢 我要不停的回头填嘛 就是这个填完之后 还回头再看再插 那怎么样才能不插呢 你想一个别的方法 我们这边不是有排序好的吗 就是每一个单词 它出现的这个出现的次数是多少 那么每次呢 我们就拿出现次数最多那个单词出来 而且呢不重复 比如说我第一个拿出来的是a 那最后呢又是a跟b嘛 那我就不拿a了 因为它们都是长度伪散的话 我就不拿a了 因为我第一个拿的是a 就是要与前面那个单词不同的单词 我就拿b 然后呢我再放进去 就比如说我拿掉一个b之后呢 我就变成3a2b1c的 剩下来的 那我再进行一个排序 我之后呢最多的那个是a 那与它前面那个b呢又不相同 那我呢又可以拿 就可以拿a出来 那么就拿a b a这样下去 那这个思维呢 就是说我每次拿一个 就拿最多的那个 拿完之后呢 我再把它剩下来的放回去 继续去排序 排序完之后呢 我再拿最多的那个将去填 那这样的话 我只要一次便利 放红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要不停的去排序 那也不是最优的方法 那实际上这道题目 它最优最优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在刚才讲的时候呢 已经讲到了 它其实呢 就是直接使用贪心 grady 怎么去grady呢 相当于是我 我只要去考虑 就是每基数的格子 跟偶数的格子 我排完序之后 比如说像我这边按频率 排完序之后呢 是abc吗 那我先填a 怎么填呢 我就先基数格去填 每基数格子上 先把a a a a填完 那还有后面的就跟着 就是第二多的 填在后面 直到这个长度到尾巴了 那我再来填偶数的格子 这样的话 我先填基数的格子 再填偶数的格子 它绝对不可能有重复的情况 因为你最多最多 就是你a最长最长 也就是a a a填到尾巴了 一个格一个去填嘛 最后你是填不到尾巴的 然后之后呢 你就填第二多的 那么b它就跳到前面b 然后这个b呢 它永远不会碰到 你尾巴那个b 间隔的先填基数格 再填偶数格 或者先填偶数格 再填基数格的话 就能保证 它每一个相互之间是不同的 那这也就是我们第三种方法 也就是我们代码中所写的方法 如果这道题 你想要太复杂 比如像第一种方法的话 那可能就是会很麻烦 所以说不如直接用greedy 想复杂的呢 表而不美 那这道题我们就使用贪心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是如何去实现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 那么首先呢 我去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string 它的长度小于1的话 可以直接返回 这种特殊情况呢 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大堆的构建 这大堆构建呢 也是蓝大表达师这边 有点特殊 我这里面是item 这个item是我自己建的 这个内部的class 它有两个属性 那么我去比较呢 这个comparator呢 就比较它的value 这个value呢 也就是它的出现的频率 所以是y.value 减许x.value 这个item它有哪两个属性呢 一个就是它的基辅 还有就是它出现的频率 当然呢 你可以不用去新建一个object 你可以直接去 使用一个hashmap 什么的去存住 它的这两个信息 也是可以的 应设关系 也可以这样去存住 但是我直接喜欢用item去做 那也是一样的 之后呢 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桶排序嘛 26个桶 之后呢 我们就去往下面去塞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当前的这个char 去减去a 这个a这个字符穿 它askma呢 它是一个askma的 你字符穿之间相减呢 它askma相减之后 因为我只有小姐字符嘛 所以a-a就是等于0 那如果是其他的话 就会是0123一直到26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方法 去加价 这边跑完呢 它就是统计就能统计完 然后呢 那我计算下它limit 这个limit也就是我们向上取诊 然后呢 之后呢 我们去判断啊 如果它这个大于limit 我们就是return空 那否则的话 我就去加到这个priority queue里面 去进行排序 然后呢 排完序之后呢 我的priority queue里面 就有所有的这个频率了嘛 那我之后就用grady build 那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出来 用一个messor去写 而不直接写在下面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要把它解我嘛 不要直接吧 就是不要在一个函数里面 去实现态度功能 我们就分到这个grady build里面 这个grady build 它怎么去排呢 相当于是我先从技术格去走 技术格子嘛 每次加二 然后呢 我走到尾巴呢 我就把它重置到偶数格 再走到底 这样的话就可以填完 这样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当前那个值呢 也就是我的pattern 这个pattern呢 就是要的item 这个item呢 就是我自己建的那个object 这个item呢 它每次呢 就是从那个priority queue里面 去破传的 就是当前最多的那个字符 然后呢 这个字符用完之后呢 我们相当于是 会重新再取一个字符出来嘛 这样去填 然后这个t呢 相当于是t等于0 然后呢 它走到底的话 会进行一次这个回头的更新 那也只会更新一次 然后这边跑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newstring点answer newstring括号answer 把它给回出来了 因为我这个answer是par的那个array嘛 然后呢 我用newstringpararray的话 可以直接去build一个string呢 这样子这个结果就有了 然后这个item的话 相当于是value跟pattern嘛 做了一个这个 它的构造器呢 相当于写两个 你可以直接创建item 也可以去设置它的初始值 那么这一道题呢 也就相当于是 使用一个简单的对排学 去训练就有 那你使用其他的排学 好项目呢 也是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